何为真正的超级英雄 看看少年老成的东西奇 你就明白了 职业生涯的第六年 他便带队撒进了中决赛 并且毫无悬念的当选西决MVP 在这个过程中 他还顺便斩获了五个一阵 比整整十五年职业生涯的六条王 体系明珠史蒂芬还多了一次 这便是全能超级的魅力 场上无所不能 一人便能保障球队下线 与队友不强 连季后赛都打不进去 他体系明珠 有着本质的区别 迟疑 在森林郎的主场 东西奇的斩杀决心 已然溢出屏幕 你们可能不知道他有多可怕 我只能告诉你 这哥们第一节 就十一投八中 十二分钟的时间里 狂砍二十分两板两助攻一抢断 他一上来就是 先罚顶上画佛 真速牵手 直接就把狼杰子给打懵了 三十五比十九 这是第一节的比分 第二节独行侠继续猛攻 李德直接被打击眼 又朝莱夫利的脑袋上 招呼了过去 来种硬生倒地 来去之间 那是两头被打 铲的一匹 但森林郎比他更惨 因为很快 便落后了整整二十九分 毫不客气的讲 整个下半场 都是垃圾时间 这让我想起了 今天常规赛 开头人打勇士的五二产案 提醒明珠怒战四分 被撒了个落花流水 但是独行侠 是真的温柔的一匹 后面的比赛几乎不设法 给狼宅子们留足了面子 华子和唐司也是洗刷刷 纷纷拿下了二十八分 但是一回头 东七齐三四六分十板五助攻 偶尔三四六分四板五助攻 并且是汉人听闻的零十五 双方核心档次上的差距 决定了这是一场完全一扁倒的比赛 这样的比赛 你不用去期待角色球员 就是需要王对王 你的王不行 就只能黯然接受失败 最后你瞅瞅华盛顿这小伙 这小伙19年进入联盟 僧牙四个半赛季都在失败中度过 没有打过一次季后赛 可是今年一交易到独行侠 直接飞龙丧天进中决赛了 人生啊 真是选择比努力重要多了